道正法师 他很豪爽,后来我才知道他有一些特殊的能力 他是说有时会有一些灵感,有时可以看到一些鬼神 我们都知道那并不重要,因为学佛最重要的,就是要消除自己的烦恼,解决生死的问题 因为我们都住在高雄,所以受戒回家以后,就时常一起去听经,念佛 有时候他心血来潮,也会到医院来找我,跟我一起去劝病人念佛 当他第一次去我们医院的时候,他就告诉我 嘿,你们401病房外面,住在家床推车上,那病人是什么病呀 我看他五行全托,今天晚上可能熬不过,你请他的医师小心一点吧 因为我知道他有一些灵感,所以我就去看那位病人 也请他的医师和上级的主治大夫关照一下 但是在医学看起来,那位病人病情虽然严重 但是,他长久以来就一直是这样,算起来是每天差不多 可能也不至于今天晚上,马上就会有什么多大的危险 但是,那位病人真的当天晚上,忽然就血压降低,心脏停掉了 那位病人的儿子是成功大学的博士,他曾经听过佛法 所以大家在紧急急救的时候,我也劝他念佛 他家的人都愿意接受 所以他们就决定,要送病人回家去念佛 那天半夜,有好几位美农雷音寺的法师 都义务去他家帮忙助念,念佛八个小时 这位病人原来病得又瘦,又痛苦的面容 在助念之后,变得整个面颊圆圆胖胖的 又很红润,又笑嘻嘻的 后来,这位博士就回来医院,告诉我这个念佛的感应 后来,我们医院的医师一谈到这件事,就开玩笑说 哎,请你的朋友来帮我们查房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的病人 先把他送到家户病房,才不会到时候有变化 送得那么紧急,匆匆忙忙,慌慌张张的 有一天,这位朋友跟几位医师聊天 他就指着其中一位医师说 你背后这里,这里一共有三颗痣 你做人很好,很有应得 假如能够念佛,以后福报很大 这位医师长了这么大,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背后 到底有没有痣 大家就请他马上去检查看看 结果一点也不错 位置都和这位朋友说的一样 好像被人家看透了一样 这位医师吓了一跳,伸舌头一直小 有一天,这位莲友,他第一次遇到某一位医师 就告诉他说,你不要这样,还没有结婚,就和女朋友乱来 做出让祖宗都羞耻的事情 这位医师平常很沉默,看病人很认真,待人也很好 我真不知道我这位朋友,为什么第一眼见到他,就给他这样的教训 我很担心他讲得太过分了,会得罪人,伤害人 但是,这位医师被他一讲,就把头捶下来 很惭愧地没有反驳他 后来,他私下问我说,你那位朋友是住在哪里呢 这位医师想去请教他 因为他正为了这件事在烦恼,感情和欲望所惹出来的后患 使他的良心相当不安 有一次,他陪我去看病人,一进到病房看了一下 就对那位病人说,你曾经堕胎拿掉两个孩子,对不对 你要深深忏悔哦 而且要念佛,为你的孩子求佛超度 生命是很可贵的,好不容易才能够投胎做人 所以不要随便杀害生命,否则会冤冤相报 无有了食啊,不但不要堕胎杀死自己的孩子 也不能随便杀死其他的动物 这件堕胎的事情,病人隐瞒着,并没有告诉我 但是,确实有这一回事 这位病人听了吓一跳,马上就承认了 而且很有礼貌地请教他,要怎么样忏悔 怎么样念佛 人的罪业都是由心造出来的 重要的就是要由我们的心来忏悔 真正要改过自心,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我们如果知过能改,致诚念一句阿弥陀佛 可以消八十亿节省死中罪 有一天,他走过护理站,就忽然走过去 向一位护士小姐说 你对待病人不要那么凶,你的个性太过娇慢 你讲话却伤到病人,这是很损德又很损服的 你要赶快改过来,否则以后报应很不好 他忽然间趋向其中一位护士小姐说 你不要跟医生太过随便,人家是有妇之夫 你这样破坏人家的家庭,是很损德的 以后很不好,你要赶快忏悔念佛 他讲这些话时,大家都默默地承认 没有一个敢对他说一句辩论的话 而且被他劝导的人,私下都还想去找他 时常他所说的是 连我做同事的人都不知道 他甚至向一位医师说 你小的时候有过烫伤的灾 说真的,我们做同事正久,都没有知道这件事 他讲的时候,这个医师就把裤脚拉起来 果然在小腿的地方,就有一个很大的疤痕 这位医师是一位华侨 他小时候在外国烫伤的,他也知道 还有一次,他第一眼看到我一位亲戚 就告诉他说,不好意思哦,你是不是曾经生过一个早产死亡的孩子 事实果然如他所讲的那样 他说这些话,结论都是劝大家念佛 我听他劝人念佛的话,时常都有很深的感想 真的,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心愿都会留下记录和痕迹的 有特殊能力的人,他就能够读出来其中的因果和记录 就好像一位有经验的农夫 他可以由田地的土质和我们下种的情形 以及天气状况来推测收成 所以人实在不可能有什么秘密和隐私 因为佛菩萨的神通,什么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又听得很清楚 有一句话说,人间私语,天闻若雷 也就是我们在人间秘密讲一小声的话 在天上有神通的人听起来 就好像打雷,那么大声 我这位朋友,他最积极劝人不要杀生 必须要戒杀,放生 而且要戒淫欲,尤其是戒邪淫 他告诉我,他可以感觉杀生过多的人 和淫欲心比较重的人 身体就有黑气 看起来阴气很重 必须要忏悔改过 虔诚念佛,才能够转变 他又告诉我说 他看有些病人的身边 有鬼魂缠绕着 但是,假如病人虔诚念佛的话 就会放光 念佛放光,那些鬼魂就会自动离开 甚至有些鬼神会很欢喜 很恭敬地向念佛的人行礼,致敬 而且暗中给念佛人保护,庇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